VBA的第二種形式 三個禮拜是第一種按按鈕 第二種形式是要能夠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它會自動出現使用者定義 不過呢我因為我把剛剛的Function刪掉了 所以如果在VBA的模組裡面 沒有任何的Function 它現在那個類別是不會出現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我們怎麼樣 在Visual Basic裡面有沒有 我是建議Visual Basic你可以把它扶在上面 為什麼因為你可以一邊看你要做什麼 看你要做什麼寫後面的程式 因為每一行程式都是看需求 再去撰寫出來的 所以其實也不這個地方都不需要十倍 最重要是你要了解那個流程 那再來怎麼樣呢 我們要制定一個函數就插入什麼呢 一個程序 插入程序 不過特別說程序的時候優標一定要放這邊 之前有同學把優標放這邊插入程序去揮的 為什麼因為你優標放這邊嘛 優標一定要放這邊 才能夠插入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也許我們要制定一個方選 所以第一個你的形態 一定要是方選 第二個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手機好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以打兩個字 那當然這個 這個名稱呢 不一定是 一定只能中文 也不一定只能是英文 反正你打都可以啦 你打中文打英文都OK 那我這邊的範例是打上手機 所以我就 輸入手機 這個就是這個方選 這個函數 自定函數的名稱 叫手機 OK按確定 那確定實際上他幫你寫什麼 在這邊幫你寫 一個那個 這個 自定函數出來 按個確定 所以我們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幫你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 方選 那名稱叫做手機 後面有個 小瓜糊 這個小瓜糊 是讓你傳遞引述的 目前沒有 可是等一下 你要告訴他說 使用者你要給我什麼 那怎麼 告訴使用者 就是從這個 小瓜糊裡面去加 那一定有一個方選 他一定要有個 end function 有一個頭有個尾 跟上面一樣 有sub 一定要有個end sub 如果有頭沒有尾 程式就會發生 有錯誤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是在這邊加 那另外呢 這個public 意思就是共用的 意思就是說我可以給其他專案使用 就是有點像 網方有沒有 你的檔案你放網方 其他人要用的話 一定也要什麼共用 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個專案 所以 你如果 沒有其他專案的話 這個有家沒家都沒關係 所以沒家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要跟其他專案 才會有public的問題 就跟你 有一台電腦 那你共用也沒意思啊 你自己跟自己共用幹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很多台電腦就有共用的問題 public 應該舉這個例子 應該大家就比較清楚 因為以前 我都 有的時候 剛開始講了之後 會覺得這應該 你們大家都會 結果後來發現 你們好像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就細節部分 稍微講 如果實在我講太快 有些地方 跳過的話 沒關係啊 你不懂 你可以發問 沒關係 因為我怕講太細節的東西 可能會耽誤很多時間 會講的 講的東西變少了 OK 如果你有些 因為這也是同學問的啦 我之前就 講完了 老師很多地方都是問號問號 做出來是沒錯 大家都OK 可是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做 OK 那不過有些也許 就是把它當一個流程 有些是規則 這個規則呢 是微軟訂出來的 微軟的誰訂出來 微軟的比爾蓋斯訂出來 就是世界首富嘛 他為什麼是世界首富 其實 最容易賺錢的 就是寫程式 因為毛利 是100% 為什麼 因為沒有成本嘛 靠什麼 靠腦袋的東西啊 還有啦 可能頂多你是要一台電腦 不過電腦誰家沒有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寫啊 什麼成本沒有啊 對不對 空的嘛 所以智慧財產最好賺 所以美國人很聰明啦 他就要保障智慧財產 對不對 保障之後的話呢 那他們就很容易賺啦 但是如果大家都copy 像在大陸就吃憋了 有沒有 Google就進不去啊 我不給你進來嘛 對不對 那我 即便我 三載你 你也沒辦法 我莫可奈何 可是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動不動就301 以前買早期就301啦 所以 自然而然的話在台灣 大家就習慣 就會用 就會花錢 所以你會發現一台電腦 花最多就軟體 公司裡面花費很大 但你又不花也不行 OK 而且 即便是現在 Office 每一台授權 至少都3000 5000以上的 一台喔 所以公司只要100 100個員工 你就要授權 100 100台 加起來多少 如果政府機關 每一台 所以現在最近政府也在推 我不要Office 我要省下錢 OK 不過已經推很久了 但是最後成效是 還是推不動 為什麼 因為 即便免費 Linus 有個 Ubuntu 免費給你 大家還是不要用 非常成熟 非常穩定 比Windows還穩定成熟 但是你還是會灌Windows Office裡面還有好幾套 像OpenOffice 也都是非常成熟 非常穩定 但是完全免費送給你 奇怪還是沒有人要 我還是會花錢去買Office 為什麼 到底很簡單嗎 大家習慣了嘛 對不對習慣之後 即便說呢 你一個報表出來 你換成另外一套 他就表格亂掉 表格亂掉對一般來說 這是非常 恐怖的事情 你都已經做完了 只要列印出去 天啊 表格亂掉了 怎麼辦 算了 還是花錢 買一套 Office 搞定了 對不對 不然 免費的給你 你還在那邊頭痛 怎麼辦 而且你要重新學習 當然這都是 一些因素 OK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上個禮拜是Sub 今天是Function 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邏輯上 第一個你要跟使用者要東西 從哪邊要呢 從這個手機 後面這個刮壺 這刮壺是要傳遞引述的 所以我們要跟他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就這三個 123 C 測試一下 接下來怎麼樣呢 切到Visual Base 這邊 把123貼上 貼上之後呢 他可能會有換行的問題 還有豆點的問題 所以 請你把這三個怎麼樣呢 自動變成 第一個 第二個我不要蒙好了 剪血一下 然後就是 第三個 那這個 規則一定是中間加豆點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一定會有前刮壺 後刮壺 把它放在中間就對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做完之後 那他在那個 插入函數的時候 其實會已經出現了 你會發現有沒有 在 這個類別裡面 就有使用者定義 也會有個手機了 不過而且按確定也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但是現在我即便給他 他最後Return回來 結果 還是 沒有東西 為什麼呢 0 因為我後面程式還沒寫完嘛 所以 目前是可以work 但是你丟了三個東西給他 沒有人接嘛 所以他必須怎麼樣呢 必須 再把後面的 東西寫完 怎麼接 後面記得 他的邏輯一定是 誰去接 還是他自己 把這個什麼 手機 這個喔 你 傳也是傳給他 接也是自己接 OK 那他接到之後會怎麼樣 幫你把這個 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那寫的方式就是 等於 一定是什麼呢 後面的東西寫到前面 09 有沒有 其實就是跟上面這個很像 只不過呢 上面是直接去抓sale 這裡的話是怎麼樣 必須透過使用者傳給你的引述 那引述的話呢 他會暫時怎麼樣 把資料存在 存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知道 09 電信業者 所以電信業者 也許他是 點了 11 他就把11放在電信業者傳給你 然後你就 串在一起 0911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end 跟上禮拜那個一樣 一個 VBA的end 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空白之後的話 那區碼 帶過來之前呢 一樣把他做format format什麼呢 把區碼帶下來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這個 按Ctrl鍵 複製 Ctrl鍵就等於是 Ctrl C Ctrl V 斗點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 000 三個零 然後 Format 然後區碼 84帶過來 Format乘 084 跟前面串 OK 所以0911 有沒有 0911 然後 084 後面就是 007 所以007的話 你可以用 這一段程式 按Ctrl鍵 Ctrl鍵 就是複製貼上 然後把這邊的 後面這個區碼 改成什麼 改成末碼 你可以應該看得懂 這個邏輯啊 所以呢 他就串完之後 怎麼樣呢 把這些東西 全部在串完 流程一定是 他這邊丟過來 給這邊 這邊丟過來 到這邊 反正就是 用引述的方式 引過來 然後他就串完之後 再丟回去給 一定是自己本身 名稱一定要 然後他就收到了 他可以暫存 把最後串完的結果 放在這個 函數本身 然後因為 游標放這邊 所以他怎麼樣呢 又會把結果 丟回去給他 應該可以 理解這個流程 所以函數的話 就是一連串的什麼 要資料 跟丟回去結果 OK 所以函數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做完的話 這些盡量不用10倍 反正以後 你用了解 理解之後 而且你多 10做幾次 未來其實就可以 很快的把這些 按確定 使用者定義這邊 特別重要執行的時候 因為上 之前常遇到同學是怎麼樣 習慣這邊是按 按執行 那他在這邊 也習慣按執行 特別重要不對 這個地方的執行 只要是方旋的話 就不是 按這個按鈕 跟這個無關 除非你是sub 你才是執行 如果是方旋的話 記得從這邊執行 因為之前 這個問題詢問度非常高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因為 一定還是有同學搞不清楚 兩者之間的差異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再來就是 游標方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 使用者定義有門號 有手機了 手機之後 1 2 3 其實你給他三個之後的話 他會幫你暫存到這裡 這個有點像是手機裡面暫存的東西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他會把這個東西這樣幫你搬到哪裡 搬到這個儲存格裡 就完成了一個連續的動作 按確定 OK 然後你向下填滿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你去 變換你的裂號 有沒有 所以會抓後面三個 後面三個串丸丟回來 三個串丸 OK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 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 所以 這邊最後呢 制定函數的那個 方選 其實就一行程式 OK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一行程式而已 OK 應該 我想沒有那麼複雜啦 如果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起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至少簡單 大概 我覺得 簡單的程度應該只有 其他語言的 十分 十分之一吧 我覺得 難度啦 因為其他語言說真的啦 光要寫這東西 你還是要宣告 宣告你要幾個變數 然後形態也要宣告 OK 你才能夠做後續 但邏輯上很像啦 只不過就是那個 在 操作上面 另外如果你用其他語言 還有一個問題 你如果要開Excel檔 你要額外的韓式庫 你要額外引用 外部的韓式庫 才能去把Excel 開起來 那開 檔跟 存檔還有官檔 都要另外寫 我覺得還是挺麻煩的 那如果在 VBA裡面 就沒有所謂的開檔 跟官檔 還有存檔的問題 為什麼 他就是在自己裡面嘛 你這些問題 都可以 通通都可以先掠過了 OK 所以 這個我想 比起來的話 應該是 其他的 開發環境 所不能夠 比擬的啦 這個應該是差很多的 可以試一下 而且一個自立函數 寫一行程式就好了 那這一行程式呢 如果你剛剛記不太起來的話 我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其實也有啦 雲端白板的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也會有我們我剛剛寫的這個自立函數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個部分呢 假如來不及記的話 可以找一下那個雲端白板的部分 其實只有 就是一行而已